哈喽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玩末日100台生存 上期视频呢我问大家我需要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基地 那么我看了一下啊,好多兄弟们建议我建造一个地下基地 更有人建议我建造一个地下的黑钥匙基地 这不好吧兄弟们,现在这黑钥匙比钻石都珍贵 我去拿整那么多黑钥匙 所以这可能对我来说比较困难 哎呀,不行了 该死的僵尸,我定着它随时万短 那么兄弟们喜欢本期视频 千万不要忘记留下你们的关注和点赞 点赞破3000,咱们加速更新好吧 随着生存天数的增加,这僵尸越来越过分了 不管是攻击力还是移动速度都比以前更有提升 现在我仅靠一把钻石剑,根本是打不过他们呀 赶紧溜赶紧溜,看来搞一个基地真的是迫在眉睫了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咱们争取就把庇护所给它建成好吧 现在我又聊到了出生点 不知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在这里边度过的 我认为这个矿洞还是比较安全的 可是你若说它是个矿洞吧,其实它也不算 再往下走两步,基本上就到头了 所以说我准备从下面开始往下挖 挖到31层,我就停下 咱也不知道这矿洞咋回事,挖矿怎么还掉石头啊 先把这个洞口简单清理一下 不然后期可能会给我找很多麻烦 现在我得63层,咱们再往下挖30层 在这个挖掘的过程中呢 我希望不要挖到天然矿洞 如果有天然矿洞的话,咱们这个计划就得被迫中止 因为这天然矿洞就会刷很多僵尸 来吧兄弟们,干 我去,不会吧 看来我这个点实在是太败了,兄弟们 这个才挖了几层啊 我就挖到了天然矿洞 你们再看着矿洞里的原石 这都是僵尸放的 如果不除我所料 这个矿洞肯定连接着地面 可是万万没想到 我这四处一转油吧 还发现在铁矿 好家伙 虽然这庇护所没搞成 可是歪打正着挖到了铁矿也还是不错的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地方的铁矿还挺多 我居然在这里一口气挖到了20块铁矿兄弟们 在这个生存中 一处地方能挖到20块铁矿 兄弟们,我可真是个大欧皇啊 刚好现在是晚上 我也不着急 先做个熔炉 给他把铁矿烧一下 紧接着我又合成了一个水桶 之前就有粉丝问我 为什么不做个桶装点水 万一哪天 探索一个很高的建筑 被僵尸逼得走投无路 这样的话 不就可以来一个落地水了吗 然后他还反问我 你是不是不是技术主播 所以说不敢用落地水啊 可笑 实在是太可笑了 来兄弟们 为了证明我是个技术主播 请兄弟们把技术主播四个字 帮我打在公屏上 我要让这位粉丝看一看 我到底是不是个技术主播 戴上20块铁矿 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 是我最近刚发现的 这里有我军的一个哨塔 这个哨塔之前我介绍过 它上面只刷新一名狙击手 这电场雷鸣的 我的腿和脚丫子还受伤了 今晚就在这将就一晚上吧 来到塔上以后 这里果然很安全 简单治疗了一下伤势 我看天气有所好转 我也闲不住啊 下去探索一下 好嘛 刚治好的双腿 现在又给我整残废了 这样好吗 这样不好 我这个技术主播 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然后呢 我先探索了一个小高层 之前我的说我要找火药 这次火药终于找着了 虽然不多只有七个 但是还不错 还有一颗手榴弹 关键时刻还可以用一下 像这种建筑 只有在底下的项目 才有宝贝 再简单的伤口包扎一下 还得出发呀兄弟们 那这次呢 我无论如何要再来一次 水落地 深呼吸 放松心态 走你 哦 留手就行吗 这不是 不过该说不说啊 这种方法确实好使 你们看 像刚才那种情况 底下已经围满了僵尸 如果我再走楼梯的话 那肯定是不行了 即便是不被打死 打个半残 那是肯定的 玩了这么长时间 我发现 越是这种不切而的宝箱 它越富裕 你们看 又得到了一颗钻石 行了 不过这种事情呢 解决也快 如果运气够好 绝地三尺 我们很快 就可以建成一个庇护中 天黑了 我正要绝地三尺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 前方有一个 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建筑屋 而且建筑屋的上面 好像还占着个什么玩意儿 我用我的雷达眼 大概扫描了一下 这个建筑 不是红队的据点 就是我军的据点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是我军的据点 皆大欢喜 如果是红队的据点 我就跟他干 反正我有两把突击不前 我怕个锤子 这个烧塔是由石头建造 要想上去 必须爬梯子 顾不了那么多了 兄弟们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我果然是个欧皇啊 这不就妥了吗 我看今天晚上 谁还敢动我一根好毛 来到烧塔之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 肯定是治疗伤势 我现在伤的不轻啊 损伤程度 大概占了78% 兄弟们 就这样 我在烧塔做了一个晚上 我甚至把我的一些物资 都放在旁边的箱子里 不信你们看 这四周根本就没有僵尸啊 如果不是我没有床 我指定今天晚上在这睡一觉 这一刻 我忽然感觉 这个地方比哪里都安全 你们再看一下 这个四周 一只僵尸都没有 我方狙击手的枪都快生锈了 这僵尸还是不出现 兄弟们 不行的话 就先暂时在这住着吧 如果可以的话 我在这个烧塔的基础上 再进行一些改造 比如说 高点黑药是啥的 你们说行不行 行的话 请把行 帮我打在公屏上 让我看到好吧 既然那个烧塔很安全 那就给了我充足的时间来探索 这个建筑 你们可能不太熟悉 这也是一个据点 不是红队的 就是我方的 从铁蛋蛋望进去 好像没有人 那这样的话 我也不能太粗鲁 搞个拉杆 咱们绅士一点好吧 兄弟们 进来以后我就注意到了 左前方45度 哎 这里是红队 红队吗 红队的话 他为啥不打我呀 哦 难道因为他是医生 不会吧 怎么我忽然感觉 有一种 暴风雨前的宁静啊 这个地方不会有埋伏吧 讲道理来说应该不会呀 红队机枪手 臭弟弟 果然有埋伏 可是他为啥不打我呀 我站的太高 他站的太矮 他的枪口够不到 算了 去你的吧 自古以来红队 蓝队那是老死不相往来 先解决一生 再解决你这个机枪手 兄弟们 一不小心 就占领了红队的一个小据点 至于这个据点里 到底藏掉什么东西 咱们下期 不解不散 咱们下期